兰花在栽种之后我们是需要给它浇上定根水的 但是有三种情况是不需要给它马上浇定根水 那么是哪三种情况呢 首先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的兰花在脱盆之后 你发现有大量的烂根或是有大量的病害 那么这个时候你给它浇定根水的话 盆土了大量的湿润会导致这个病菌的滋生 会继续危害你的这个兰花的根系 导致的根系又会大量腐烂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最好就是用潮土来栽种 然后呢等到盆土干了 大概两三天左右 我们再来给它浇定根水 当然这个时候它根系腐烂严重 可能呢根系会比较少 我们在栽种之后想让它更快的浮盆 更快的发根 在缓两三天浇定根水的时候呢 可以在水里面加上一点这个蓝绫王 来补充兰花根系共生菌 来促进发心根和发心芽 让它能够更快的浮盆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兰花呢 它如果是一株若苗 那么若苗的话是需要给它进行 套袋保湿来促进它浮盆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给它马上浇定根水 盆土非常潮湿 你直接浇定根水的话呢 很容易出现这个湿度过大 出现闷根滥液的现象 所以呢这种情况也可以缓浇 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你的兰花栽种的时候呢 温度非常低或是晚上 那么这种温度很低 你直接浇定根水是很容易造成这个冻伤的情况出现 所以呢我们可以等到第二天中午温度适宜了 再来给它浇定根水 所以啊兰花椒定根水呢 也是有讲究的 大家不要一个而论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